因為我很敏感的人 他老公坐在我斜對面 你就會發現他 余光一直看到 不是 他就會這樣子 講一講 他就會這樣 好討厭喔 他不出聲 好討厭喔 對 他就跟他老婆這樣 你不要來啊 然後我看到了 你知道 因為我覺得 有一些是比較熟悉運動 會用棒球術語 解鎖 還要 解鎖以後才是真正的訓練 對 盜壘啊什麼 不是 你知道大家一群女生 你這樣直表的時候 這很明顯 然後我就跟 我就跟我這個姐妹說 不然你就跟你老公先回去 可是女生有時候聊起來 你就不想走 他就跟他老公說 你先回去好了 等一下我叫車 他老公就說 沒關係啦 就等你啊 都已經來了 而且叫我回去 你等一下還要在叫車 然後大家聊天 就慢慢的就開始不自在 然後聊不到20分鐘的時候 他老公又這樣頂一下他的手 然後又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大家就想說算了 我們就說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們改天就是再找一個 大家有空的時間再出來 真的 我朋友的老公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們家四姐妹 四姐妹一起合資 在新義區開了一個酒吧 然後我那個朋友 他們就是晚上 週末晚上要做開幕酒會 就請好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那個朋友的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真的拖油瓶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打算 禮拜六的晚上開幕酒會 是不是坐捷運去新義區就最快 然後他老公就知道 他老公就說你去的話 那我禮拜六晚上要幹嘛 那我也要去 然後他就說那要去 好 那就坐捷運趕快 然後因為他們六點鐘開幕酒會 他老公就說我不要坐捷運 我們就開車 我們兩個人 然後他就說你禮拜六晚上要 因為它是酒吧 你開幕你也會喝酒 你何必又開 你何必又開 人又多 他老公就說女生開什麼酒吧店 我跟你講 你去到那邊會發覺 只是賣青石三明治的 只是美其名 好像老外風酒吧 就沒想到他老公就載著他 就堅持要開車 然後男生週末開車到信義區 他們遲到了快一個小時 找不到車位 他老公臉已經垮了 然後找不到車位最後怎麼辦 那因為我朋友就很急 你現在很煩 因為你現在拖到我的時間 然後我們人家都開始 然後他老婆就跟他講說 不要找了 你就隨便停在他們門口 你讓我先進去好不好 你自己再慢慢一下 應該這麼做 對 所以他老公就好 然後老公已經臉都垮 停在門口的紅線 停在門口的紅線 就下車 他老公也陪他先進去一下 然後就看到現場 還真的有酒 人家真的是酒吧 不是輕食店 然後老公一看 真的有酒 然後再看看自己外面的車 無法喝酒 第二悶 然後從頭到尾 他老公就站在那個門口 看一下自己的車 再往店裡面再看一下那邊 然後再看一下手錶 然後再看一下車 然後整場就跟趴車小弟一樣 就站在門口 因為他不敢離開 然後最後停了大概半個多小時之後 因為輕易去那邊就開始有警 你過了11點之後 你那邊反正就開始有警察在那邊 然後他老公就被警察那邊嗶嗶嗶了 他老公就說 那我進不去 我也出不來 然後他老公就說 那我就先開車走好了 你自己玩 那你可不可以早知道就不要來 對 對 要煞風景 這種臉就是討厭 對 翠芬老師 我們又不是男生 你叫我們如何釋懷好不好 對 其實從這個男友去參加姐妹的聚會 他的行為反應我覺得滿重要 你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心理狀態 脾氣 人品 然後也可以看出說 到底要怎麼跟他相處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適時的還是回到兩個人的關係 因為參加姐妹聚會這些反應 其實只是你們相處的 另外一個反應而已 所以好好跟他討論一下 對感情比較有幫助 因為很難每一個人的男朋友 老公都像黑人哥這樣 兼具付帳 買單 搞笑 逗樂子 而且會閃人 我會閃人 而且知道該閃人的時候閃人 卑微 所以躲到那個滅火器 你怎麼知道 可是滅火器 爬樓都有那種滅火器 規定消防局會在那邊躲 很難躲 你那麼大隻是躲的字 對啊 躲肚子後面一點 沒有 對啊 很可能都是你的相反 那真正掃興到幾點了對不對 希望他們有看到這一集 聽到我們的行聲 好 謝謝四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